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出二十分钟 晚上九点半 学生成功同为一场大门 高举占领标语 兵分两路 占领主席台 如果没有经过立法院这道程序 胡茂协议有效吗 学子高呼 胡茂中调审查诉求 晚上十点将警察通通挺出一场 再度爆发冲突 除了占领主席台 一场前也被打批学生包围 不满国贸黑箱 国民党强度关山 也变成台湾学生运动史上首度占领立法院的局面 从报警察跟民众推挤对峙 引发混乱 公民团体一早陆续涌进立法院声援占领行动 空拍画面看到一场旁的青岛东路入口 一片黑压压人潮 估计数千人抗议胡茂黑箱 就算全身湿透 大雨也淋不散 娇不洗热血 学生占领立院有如野火燎原 退回胡茂 捍卫民俗 而一场内学生也对马王喊话 三点诉求要求立法院长王金平确认张庆忠偷渡胡茂无效 马总统必须退回胡茂 在立法监督两岸协议之前 终止所有跟对岸的谈判协议 并下最后通牒 马王两人必须在星期五中午12点之前做出回应 一场内三四百名学生坚守占领岗位 长外两万多人则在寒风中默默静坐守护 以人数优势制衡警方轻举妄动 最后通牒已经到只等到总统府一张申明稿 定调学生抗争起因朝野党团对议案审查又争议 强调立法院将寻求共识解决问题 不是我们要不要冷静问题 他根本就没有感觉 他无感 写这两稿子就是告诉我们继续做下去 马总统回应学生越看越火 不排除扩大抗争 明天我们将号召 全国各地的民众 以静坐的形式 包围各地的国民党党部 向选区的立委施压 让我们冷静的想一想 难道这就是我们要的民主吗 一定要用这样的方式来牺牲法治吗 我们不是以台湾的民主法治而自傲吗 怎么能把政府善意回应 上千名学生突然决定 业集行政院 优势几例进驻行政院后门 学生惊恐手无寸铁 远景手里拿着紧棍 直接架住学生的脖子 硬拖硬拉 要把学生脱离现场 这一夜泪水之后划破黑夜 超过百分学生受伤 远景是不是粗暴对待 画面会说话 这一场战役 我们退无可退 要求先立法再审查 大家一起站出来 用温柔坚定的力量 展现我们的意志 先立法 再审查 先立法 再审查 凤与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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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18号当学生占领立法院的时候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占领至今13天了 虽然政府有做初步的让步 但是还没有达到他们的目标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13天的时间 他们没有办法回家 他们也万万没有想到在这个过程里面 发生了行政院的驱离行动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迫使总统面对学生同时坦承 这30秒的张庆忠之乱 确实有必须要检讨之处 事实上呢 在签订符贸协议的时刻 根据金周刊的报道 在负责第一线谈判协调签署的人员 在签好符贸协议的时刻心中 放下了一颗大石头 心里面觉得说帮台湾做了一件事情 帮台湾打开了大门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呢 签好的这个协议送回了台湾 居然引发了这么多人 走上街头的黑潮学运行动 这中间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是因为总统他的这个信任度 实在是太低了 特别在经过这场学运行动之后呢 总统的信任度已经创下了 2008年以来的新地点 除了国人对于总统 实在是难以信任之外 对于中国的恐惧 是不是也是其中一个点 当然更重要的一个点是 在签署符贸之前 之后是不是太缺乏沟通了 仔细翻开两个 就是说在这个符贸协议的过程里面 后来陆陆续续吐露的一些讯息 会发现说 那么多产业受到冲击 居然派出18位约聘的 或者是正式的科员 来承办这些事情 部分的事情还承销给 承包给生产力中心来做执行 被询问的业者的意见 也不知道这跟贸易的协定 是有所关联的 那么今天就来问啊 其实你小国跟大国 来签订合约的时候 总统一直讲说 签订符贸非常有好处啊 什么好处呢 我们就减免关税啊 说一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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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货帽的事情 这不是这次 福贸的事情 我们来看一下中国 跟其他国家 在进行签约的时候 先货帽再福贸的 有六个国家 先贸后福 贸易其实 其实先 这个货帽 是蛮多人想要的 福贸 因为这是跟台湾的 服务业的优势 还有这个可能 人力输出输入有关系 这个紧张的比较多 同时签订的是 十一个国家 但只有台湾 为什么偏偏只有台湾 是先福贸再货帽 这中间的差异在哪里 是从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一下 货帽就是说 货品之间的贸易 其实货品很好解决 因为它只要是 关税的问题 你哪一个要让 我哪一个要让 其实这蛮好谈判 但是因为福贸 牵涉到问题比较复杂 因为它牵涉到 人员的问题 人员的话 譬如说外国人 要到我们国内来 牵涉到法令的问题 据点的问题 我们很多 包括我们国内 目前的就业 可能都会受到冲击 很大的影响 像这一次金周刊的报导 里面他就说 大部分人反服贸 很大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就业 跟薪资的问题 可是外国人 或是不要说中国人 外国人来我们台湾的话 都会对我们的就业市场 造成一定的波动幅度 所以本来服务业 就是比较复杂的一个产业 所以就国际上 一般的谈判的话 都是可能是先货帽 后服帽 但是为什么台湾 是先服帽 后服帽 我跟大家讲 为什么 因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 很简单就是这样子 因为在国家 跟国家对抗的中间 我们可以先用这个货 因为大家都想要 彼此的东西 我们很简单 我要进去 美国要进去中国市场 中国要进去美国市场 我们就是个利益交换的问题 这个两个是利益交换 互相就是 我要让利什么 你要让利什么 给我什么 都是这样子说的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 台湾跟中国的谈判 都是中国让利给台湾 为什么 从之前的 所有的 ECFA的早抽筋 到一连串 到现在的 包括说现在的服务 甚至以后的货帽 我们政府都说 中国让利给我们很多 为什么 因为我们跟它 不是对国的关系 其实ECFA是什么 它是一中架构 是下面的一个市场的谈判 其实就是一中市场 就是我们牺牲了 所谓的这个主权 对 的一个完整性 对 没错 拿到了一点市场上的好处 对 没错 中国很简单 它会让利给什么 我们看这几年 中国也跟韩国谈判 谈判了这么久 到现在为止 也是谈了很久 都没有任何的 这个中国也不退让 但是中国会对什么地方 让步呢 它会给新疆让利 会给内蒙古让利 会给香港让利 它让利的都是什么 都是它认定的 所谓的国内的市场 那为什么服务业这么重要 因为服务业牵扯到人的移动 你只要人先移动进来之后 其实很多事情都非常好办 像我们看到说之前 包括说中国的环球时报 他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他说中国依照他们 SIPA的这个操作的方式 他认为说 其实如果在服务业 这个来台湾设据点的话 是一个非常好 渗透台湾的一个方式 所以基本上 中国在考虑这个服务的时候 它其实不是用 经济的眼光来看你 它要的是什么 它要的是掌握你台湾的人流 物流跟所谓的金流 我们看到这一次 台湾其实对 台湾这个服务协议 对中国开放什么 快递业 对不对 还有很多的通路服务业 很多零售业 这是我们的金融业 也对它某个程度的 这个所谓 持股上线的这个开放 为什么 其实中国只要掌握 你这些东西之后 你之后的货帽 中国再牺牲就没关系 因为我只要掌握 你这些东西的话 其实台湾就牢牢的 被它掌握住了 所以你现在 以你的财经专业 你来分析 你觉得说确实 这两个 我们的第一线的 这个服务的签订人员 他心里松一口气说 确实帮台湾 这个谈到了好事情 是 谈到了利益 在利益的部分 台湾是有得到的 是 有部分的利益 但是你的意思说 中国掌控了它要的东西 对没错 人流物流金 对没错 中国要的东西 它非常明确 人流物流金 都会掌握 也会台湾的 其实就香港的意思是这样 香港 香港的现在的状况 就是说 它其实已经被中国 经济牢牢的掌握住了 但牢牢牢掌握住之后 它其实你 这个香港目前有什么 他们牺牲掉就是 长远来说 就是牺牲掉 他们的自由跟民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 很多学生 其实他们上街头 他们都诉求一点 他们要保卫台湾 要的是什么 生活的这个 未来的生活的方式 跟未来的生活的权利 他们觉得说 台湾现在可以决定一切 如果让这些牺牲 其实目前的小利 跟小德的话 其实是不值得 很多学生都这样讲 如果牺牲的是 自由跟民主的话 那应该要赶快退回去 什么事情 再怎么样大的金额跟钱 值得我们牺牲 自由跟民主吗 可是问题是 后面有一个货帽 因为货帽 这个议题就非常大了 我们刚才讲到 人家北国 都用货帽 他负帽有什么 一定要用负帽 才能拿到货帽 我觉得很奇怪 这就是中国对你的策略 它是一定 它知道我们要 所以它对我们也太好 太独一无二了吧 对 因为有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最近 这个省份要重新划分 你知道吗 它本来是有35省 那我们现在变哪一省 是50省 我们是第50省 对 所以它把它看成一个 我觉得是说 对于中国本来就有恐惧感了 就是它讲的 不是只有经济目的 还有一些政治的目的嘛 那可是问题是 你刚才讲的 这个谈判代表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局处的 立法院一个最新发展 好 最新状况 妙新请你来告诉我们 妙新你说 内容是什么 我们听听看林飞凡的说法 林飞凡对于恐吓性的内容 他不太想多提 因为他表示呢 不可能大家都对他没有意见 好的 目前我所在的地方 在立法院这个地方 那么事实上 凯道的活动已经结束了 稍早之前 学生领袖 林飞凡是回到了立法院的大堂 他证实 他的确最近有收到恐吓性 我们听听看林飞凡的说法 各样不同的意见都会有 那对我们的一些不满 或是情绪上的一些 宣泄的简讯 或是讯息 多多少少都会有 那那个部分 我们也已经请 那个律师来处理 那如果真的有必要的话 我们才会再做进一步的行动 那目前为止 看起来其实都还好 所以实际真的有收到简讯吗 那个部分其实有收到 也不是 他不是非常明确的 一个恐吓的讯息 只是说就是 对就是有一些 延迟比较激烈一点这样 对 所以是真的有收到吗 对 所以我自己是有收到 但是我觉得这个 这个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基本上我觉得 各式各样这种讯息 会非常多 那我觉得这也不是运动的重点 好 内容大致 内容大致 他对于这个恐吓心 他并不十分在意 因此他也没有报警 不想多谈这个内容 不过事实上 稍早之前 林飞凡从凯刀回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 他跑到医务站 去吞了几颗的药丸 甚至在刚刚还做了体温的检查 让人一度担心说 林飞凡是不是出了什么样的状况 不过他刚刚也证实 他吞的是维他命B群 还有梁挺温 都是每天的例行公事 所以他人的状况非常的好 请大家不要担心 那么夜已经深了 不过在立法院这边的青岛东路 还是聚集非常多的学生 在这边不肯散去 相信目前我们掌握了最新状况 我们谢谢妙星的一个最新连线报导 事实上呢 这个恐吓性 确实警方是严肃以对的 虽然不仅只是交给律师来处理 为了这个林飞凡跟陈维婷 都已经陆续收到了 这个简讯的恐吓之外呢 现在刚刚证实收到了恐吓性嘛 所以呢今天事实上在凯达格兰大道前 这个活动当时是 也是很多人 虽然秩序维持得不错 但当时就有特别派出便衣警察 来保护这两位学生领袖 不过我们很庆幸的是 截到目前为止呢 整个活动都还算是相当顺利的进行 而现在呢人潮也逐渐的散去 写下了历史这页 广告之后我们有更多的讨论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